嘿嘿 是不是大家都以為性能組有新車啊 這其實只是官方把圖片給放錯了 下個賽季的性能組是由暴王SJ220來陪跑 所以是沒有C7這台車的喲 這一點已經是由官方在DC的回應裡證實了 性能組確定是暴王翻場 那當然既然都放錯圖片了 或許C7來臨的日子也不遠了 這裡就放一段C7的試駕影片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我現在日服這台是0階25改 密碼調教我們用13232 因為0階的關係 如果高階一點我應該會用極速校準 它是一台後驅車 我們就跑個飛越山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台車給我的印象就是 好開但是很難開得快 因為它不太能紅飄啊 還沒有到那個0階子之前 你只要一進入紅它的降速就很明顯 可是它就是一台後驅車 後驅車又不太能紅 這種感覺就很難受啊對不對 不過大家請放心啊 到時候台服上了之後可以先去試駕 你們可以去觀察看看有沒有什麼地方不一樣 它手感是很好的但是這個紅飄降速 會讓它變得比較難受 後驅車通常大家會比較習慣直接丟進去 靠紅飄來降速 但是它這個一降降太多了 所以你要快的話 變成說你可能要維持黃綠飄啊 但它的煞車又不是說很好 降速沒有辦法一瞬間降那麼快 所以 感覺就是要極致的紅飄快啦 又或者是你要做好配速 才可以把這台車開得快 我的心得是這樣的 但是你說平轉啊什麼的 剛剛這邊應該可以硬拐過去了 反正平轉是沒有任何黑飄不會打滑 然後飄起來手感也好 就是紅飄的懲罰有點大 SLS好像比較強 肯定的啊 如果真的要拿這兩台去比的話 就以日服現在這個情況 SLS比較強 而且強蠻多的 既然都是要控黃綠飄的話 SLS那個加速更猛 新賽季會推出全新的活動 只要完成活動 就可以免費領取VOLVO240 雖然有送車是好事啦 但一開始沒有ECU 要用來當爬分車 實在是太過於吃力了 我想它會在車庫裡當倉管好一段時間吧 最最最重磅的消息就是這個了 將將 遊島星即將登入台服 但是呢 恐怕不會像日服一樣放進雷出獎勵裡面 畢竟台服現在的狀況比較特殊一點 想要衝高營收的話 遊島星就是必須要放出來賣的 估計會是像盲盒一樣的抽法 當然官方如果佛育點的話 或許有機會是用直購價來購買 我不知道台服的車手們究竟期不期待遊島星 但相較於各種五花八門的時裝來說 遊島星這種二次元再加上重量級的深油配音 雖然說是虛擬角色 但卻富有生命力 所以對我來說 遊島星是非常值得入手的 以上就是目前關於新賽季官方已經釋出的內容 然後今天晚上八點 官方會在YT臉書 進行週年發布會直播 究竟還會有什麼樣的勁爆內容呢 讓我們看下去